新西蘭清真寺槍擊案事件中的主要疑犯 塔蘭特在星期六出庭受審 他被指控犯有謀殺罪 28歲的澳大利亞籍疑犯塔蘭特自稱是白人至上主義者 他在兩名武裝警衛的押送下在基督城出庭 法官向他宣讀了一項謀殺罪名的指控 並表示他可能還會受到更多指控 新西蘭基督城兩處清真寺發生槍擊事件 造成49人死亡,幾十人受傷 除了塔蘭特之外,警方還逮捕了另外兩名疑犯 新西蘭總理亞德欣在星期六記者會上說 塔蘭特有五支槍,其中兩支為半自動武器都是合法擁有的 他堅決表示要修改新西蘭的槍支法 建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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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元 劉疫